Lun Sang 女人 Lun Sang 女人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店長 孟多 我們等一下去買那個 聖誕節禮物好嗎 聖誕節禮物現在幾點啊 來不及吧 沒關係啦 去隨便買就OK啦 隨便買 對啊 看看你的衣服就隨便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講啊 沒有啦好不好 你在公司我的衣服 隨便 他是服裝品味隨便 你是 對 對 這怎麼樣有比這 好 再次謝謝我們的孟多 謝謝 兩位車到了 謝謝 謝謝今天勞務報索單位 可以離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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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講的是什麼呢 來說我們買個東西都很歸 外國朋友都是很隨興的對不對 像租房子我們要看好幾次 他們只要有窗戶有門就租了 你知道嗎 怎麼隨便 就是那麼隨便 所以今天請到了三位 做事謹慎 絕對不出差錯 歡迎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謝謝 謝謝 當然他們是太歸毛 還是太隨興呢 誰搞得懂呢 我們的聯合國新男 歡迎六位 大家好 一般人對於外國人的觀念 就是他們個性大方率真做自己 但看在亞洲人眼中 這樣的態度似乎隨便的點 而到底是老外太隨興 還是我們太拘謹了呢 亞洲人有時候會覺得 東方人怎麼這麼地隨便 你知道嗎 就像你剛剛講的 好像他們都不計畫 然後很隨意 就是很隨意 隨意 很隨意 但是西方人卻覺得我們很謹慎 對啊 說我們很龜毛 有嗎 有嗎 沒有 我們是謹慎 我們是有條有理 對 對 我們就是什麼事情都要先有準備 才不會有什麼 差錯 對 像我之前跟我們外國朋友 他們去吃飯 然後大家都講好了 就講說 那個 因為他就說那個外國人 他說 我想要吃韓國料理 然後我們就說 好啊 好啊 我想要吃某某家韓國料理 我們說OK OK 那我們幾個人就講好了 例如我們八個人 然後說OK 八個人 OK OK 他講話是有點問題是不是 對啊 其實你不用學他講話 你可以正常 好不好 但是因為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外國人是他 是發起人 然後是他提議想要吃這一家店的 然後時間我們大家都跟他講 人數也都OK了 所以我們就理所當然覺得說 他會去訂了 然後結果我們就是時間到了 我們到那邊就是 你到那邊 定位名字是誰的 我沒有定位 他就說他沒有定位 然後生意好但不行 我們說 我們就是現場排位子 大概排了半個多小時吧 我們真的覺得放棄 因為排下去了不知道多久 因為韓國料理那個東西 換桌沒有這麼快 對啊 所以我們只好 對 只好臨時就討論說 那在吃什麼 結果又有另外一個外國朋友說 不然去吃哪一家的那個 壽喜鍋好了 然後我們說 好…也OK 那我們就說要不要趕快打電話去 他說 他說 不會…那家生意 沒有那麼好 不用定位 一定有位置 到了那個地方 還對 一樣又沒有位置 你們怎麼那麼麻煩呢 你不會像謝忻一樣 就去麥當勞慶生就好啦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很受不了 外國人的隨性 因為他們覺得 吃東西就開心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不要有壓力 就覺得老外可以這樣 一群人在街上一直晃 對 知道要幹嘛 遊蕩 然後晚了沒有車坐 他就這樣耶 搭便車啊 管他車上坐的是恰吉 還是安娜貝爾 他就上車了耶 對 對啊 不是嘛 你這樣子去玩 你會很掃興 我們吃完飯想要再去第二床 喝喝東西 總會先決定一下什麼地方 叫人家留個位置 不要說留桌子 我們不是要擺擴 但留個位置 他們會說 這樣很有壓力 沒關係 沒有位置 對 韓國也是亞洲人 尤其是我們約那個朋友 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們都會加以別人朋友 這個人可不可以吃辣 或者是有沒有錢 細節 有一些人很少 可是有一些人有 他怎麼生活 對 反正那個 有一次我在馬來西亞都市的時候 美國朋友約我們韓國人 因為那個人對韓文有興趣 結果跟他一起去餐廳的時候 我去那個他店的餐廳的時候 他跟已經新的韓國朋友 跟我們三個人在那裡 一起聊天 你好 什麼的 然後很開心聊天 大概三十分鐘之後 有一個韓國女生來了 我也是沒看到的 可是那時候開始那個新的男生 臉開始很臭 我不知道為什麼 結果後來我才知道 那個新的男生跟新的女生 已經分鎖了 前女兒跟前男女的關係 前男女朋友 可是那個美國人 就是喜歡韓國人 所以他知道的韓國人都約了 而且他知道那個兩個人已經分鎖 尷尬 可是對他來說沒差 因為他喜歡他就對了 對啊 怎麼會這樣 老外不太在意這個 很多那種 前妻跟那個什麼前夫分手了 然後是跟朋友在一起 又再結婚的那一種 就是結婚的對象 好亂喔 真的好亂喔 好亂喔 他帶著跟前妻生的小孩 他帶著跟前夫生的兩個小孩 就組了一個大家庭耶 很多啊 到底都在看什麼劇 一些美劇 美劇 很多耶 日本人 日本人嚴謹到龜毛 有 你菲律賓人你不懂 好 敵君了解 敵君 對,因為我之前在日本的時候 就是也有老外的朋友 跟日本的朋友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大家一起想要 計畫一個溫泉旅行 然後因為我們是從東京要搭新幹線去 然後再轉電車 然後再轉接駁車 所以呢 我就會跟我的日本朋友 先把電車的時間 新幹線的時間 接駁車的時間 先看好一個時間桌 對 可是老外就覺得說 我們不要 被這個時間限制 你不要花那麼多時間 我們出發就出發 你出發之前 你為什麼還要 大家一起吃飯一次 然後討論那個行程 然後我就覺得說沒有 因為如果時間接不到的話 我們可能這個接駁車錯過 要再等半個小時 那所以 老外就比較沒有辦法了解這一個 然後可能到了一個景點之後 因為我們也是要看 就是電車的時間 我們要去下一個景點 然後老外的朋友就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 我們真的都被時間限制 我才來這邊一個小時 我玩得根本不盡興 然後你才在這邊一個小時 你就要馬上去接別的 我覺得雙方都沒有對 對 我都可以理解 對 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如果是譬如說像 已經在很鄉下的地方 你真的沒有車子 你怎麼回不來 一旁要很久 一搬車要很久 可是老外他們就 我那個時候那個老外朋友 他就覺得說 沒關係 對啦 我們就是在 他說的是非常的對 我們沒有地方住 是非常的對好不好 那你沒有地方住 你怎麼辦 而且我們很喜歡不帶 很多的生活用品 他們不會帶 對 就覺得說沒關係 不洗澡、不刷牙無所謂 沒有牙霜沒關係 我跟你講 我每次跟台灣的朋友旅遊 或者是跟外國人的朋友旅遊 安全 因為台灣人去旅遊 他必須要聽那個 機票跟飯店是一定要做 對啊 但是有的台灣人 他們除了這些 還有那個 他要去的這個地方 要馬上買那個門票 然後還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要買那個門票 所以從星期一到星期五 什麼 都出來了 一定要 一定要 但是 讓盪耶 讓盪要先拉好 你知道嗎 沒有 他去美國是計劃一個月的行程 對啊 為什麼 因為你到那邊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狀況 因為有時候 你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狀況 才可以去啊 沒有 有時候你到那邊的話 你的狀況就一直不好 沒有了 沒有了 你到那邊的話 你就 你要看你自己的感覺 我今天要做什麼 沒問題 因為你一個人 我待25個人不能這樣啊 25個人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事情 不是 這個不一樣的事情 不是 比如說 沒有,等一下 比如說 如果是我跟外國的朋友 是 我們只有去訂機票 不行 飯店一定要訂 不然你住哪裡 你們這樣 我們有帶著小孩 或者是有長輩 小孩子怎麼這樣 而且有這個國家那個入境表格 他就會問說 你住在當地什麼飯店 什麼飯店 對啊 那你要憑什麼新宿車站嗎 沒有 因為我們就 Debbie剛剛說的 對,我們喜歡旅遊 就到那邊的時候 他沒有說得對 他是不喜歡這樣 是嗎 沒有 沒有,你剛剛說那句話 我覺得是對 因為我們外國人 喜歡的是旅遊 到一個地方 請問一下 對 除了兩位亞洲人之外 是 其他的四位外國人 有這一種旅遊的精神 的請舉權 我非常 我非常忍從他的想法 好 那請問一下你們 好,你先舉嘛 你也有嘛對不對 因為我以前去越南的時候 我們沒什麼準備東西 那我們就到那個大的包包 然後裡面分整棚 然後我們去一個 就背包客 對,背包客 然後什麼秘書 什麼都沒有準備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去一個島 然後都是海邊 看到漂亮的地方 我們就在那邊 對啊,那是新整部一樣啊 這個是... 這個不一樣 那我再請問一下 四位啊 你沒有嘛 所以其實後面三位 有沒有因為沒有計畫 所以睡過路邊的 我有 都有耶 你看,都有啦 都有耶 我們去... 我來台灣之前 我是跟五個兄弟 一起去住那個重浪 然後我們開了那一台車 很老的那種 膚色的那種 很經典的那個車子 五個人哦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帳篷 我們兩個多禮拜 完全沒有計畫 我們要睡哪裡 我們是海到哪裡 水到哪裡 天氣好的話 我們就睡在海邊 對 然後天氣不好的話 三個人就睡在我的車上 然後兩個人在帳篷裡面 那你們生活用品什麼的呢 有沒有帶 我們就... 我們就會... 三個人的雪都沒有洗澡 沒有洗澡 因為你知道 紐西蘭很多地方 我們不用洗澡 好噁哦 我沒有那麼誇張 我沒有那麼誇張 我自己是開去宜蘭 結果找不到位子睡啊 所以決定在車子裡面睡就好了 不是 那是美國學校的校長是不是 他應該是會計師吧 會計師 沒有,我是美國的副總統耶 副總統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除果 蜜鹿也是好事情 蜜鹿也好 蜜鹿也好 因為蜜鹿的時候 就是你不知道會發現什麼東西 但是你蜜鹿的時候 你會認識更多的東西 你就是被搶啊 不會被搶啊 你不要去巴西就OK了 你們運氣上後沒有被賣器官 然後這個是什麼 睡覺醒來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巴有沒有 對 對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越南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那邊租一個摩托車 然後就是隨便洗一洗 然後看到哪裡要住的話 我們就在那邊租一個晚餐啊 台灣人去的旅行都是一個 比較是家庭的那種概念 那外國人去旅行 比較是去冒險類型的 一個一個人 那所以我們跟兄弟一起去旅行 當然可以做這種事情 但是如果跟女朋友 或是跟家人一起去 你們也不可能會那樣子 對啊 要分嘛 可是我們覺得是 我們正常的生活 是有那麼多規矩嘛 我們是今天要上班 今天要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旅行是要有那種 今天晚上哪裡要睡哪裡的 那種感覺 或者是冒險嘛 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 太快了 睡鬼屋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有因為外國人真的太隨性 導致我非常謹慎的旅程 整個早上去 因為我也是那種 跟家庭旅行 我會拉回合那種人 因為有爸爸媽媽還有妹妹 一定要 我們那一次是要去歐洲 去義大利自助旅行 我是每天的行程 連火車時間 全部都查好、排好 幾點幾分要到哪裡 我全部都做好功課了 結果那一天是到達威尼斯 是晚上大概八點、九點的時間 我還有先電郵給那個 民宿的飯店老闆說 我們會晚到 會晚Check in 結果我們一群人 就是拿著那個行李 要去Check in的時候 那老闆跟我們講說 對啊 晚上九點喔 威尼斯 我聽到這一句真的會從九點 你真的量多 我每一個回合都是那種 比如說八點零九分的車 我八點零八就上車那種 我覺得我好棒 我好完美 我是回合達人 好,這算省略是不是 省略 九點 他跟我講沒有名字 然後他還安慰我說 是OK,沒關係 威尼斯這邊很多飯店 旁邊到處都有 就跟我講晚安了 沒錯 威尼斯很多飯店 威尼斯那時候是夏天 是旺季 我只好一間一間找 那妳之前到底在跟誰電郵啊 就是跟那個老闆電郵 他說我們現在找不到妳的名字 所以不是電郵的問題 那個面試的概念 沒有 其實很多國外飯店是這樣的 他們真的家就很隨興 他說這邊沒有妳的名字 那沒關係,算了啦 那這邊我們也沒有空房間了 你去旁邊隨便找好了 不是,妳不是訂好了嗎 我訂好了 可是是到了才付款 好,那沒關係,我去旁邊找 每一間全部都滿滿 全部都客滿 威尼斯就那些飯店而已 對 當天晚上真的就是 破壞了我完美的行程 當天晚上 我們全家四個人 在威尼斯的火車站睡覺 抱著行李喔 在火車站這樣子抱著然後睡覺 媽呀 所以就是因為外國人太隨興 義大利人太隨興 導致我們謹慎的行程 整個被打破 我台灣朋友他去美國找我的時候 我本來要租車子給他 不是租車子 要租一台車借給他用 結果呢 他說他怕迷路 美國的路很大 為什麼要怕迷路 有地圖啊 就是大才怕 對啊,小怎麼會迷路 真的沒有那麼難啊 他說沒關係 他已經找旅行團 後來他最想要去看大小谷 結果那個旅行團 帶他去好幾個地方 後來就去大小谷 停車 下車 看一看 拍照 拍一拍 好,時間到了 我們要走了 30分鐘 因為他怕迷路 他回來就抱怨 就說好糟糕喔 很後悔做這樣子啊 像我不一樣啊 我來台灣 馬上 欸,車子在哪裡 我要去 我要去伊蘭 我要衝浪 我聽說那邊有好浪啊 你為什麼帶毛毛去衝浪啊 蛤 那邊很冷啊 那是冬天的時候 還有呢 去台南 喔 但看不出來是台南 那是自拍照 不是台南吧 那是你自拍 沒有,是台南那個 頭大概占了一半 第一階啊 你說這是通話夜市 我也相信 對 第一階 你懂不懂拍照啊,大哥 台灣很小啦 OK的啦 而且台灣每幾部 都有一個7-11都可以問路 對 美國一樣啊 美國拿來的地方 你有去過美國嗎 有哦 你不是美國人 我開好幾個路耶 我一直覺得外國人很 外國人很愛他們的鞋子 不管怎麼樣都不脫鞋 像我之前在那個住宿家庭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他們比如說 進家門的時候 像我們就是會 比如說一進客廳 第一件事情會把外面的鞋子脫下來 對 換自己的拖鞋 可是我發覺英國人不會 他們是直接把外面的球鞋 穿進 好,先穿進玄關 我覺得我還可以接受 對 穿進客廳 我已經有一點覺得 有點髒了 應該是沒有地毯 他們有地毯 他們室內全部都是鋪地毯 因為冬天很冷 穿進客廳我已經覺得 哇,有點過分了 穿進廚房 Oh my God 然後我的室友是 他來找我的話 他會 跟我聊天的時候呢 他可以穿著球鞋 然後就這樣子坐在我的床上 然後腳翹起來 這樣子跟我聊天 我不行 然後我不懂為什麼 然後我有發現 不只英國人嗎 美國人也是 對 然後我有發現說 我的室友 我的房東 我的房東的小孩 他們是在家裡 就是把戶外的球鞋 或者是靴子 在家裡是可以直接這樣子穿著走 甚至是撬到那個床 不是他們都覺得無所謂 對啊 我不懂為什麼 就是一個 為什麼 你們一進門 什麼都脫了 就是不脫鞋 為什麼 哪有什麼都脫啊 對,為什麼 你們不愛做假飾啊 我們每天都在做這些假飾 起地板這些東西 沒有,這個你不要 假飾沒有關係 因為床不是你睡覺的地方 可是不一樣 國外真的是不一樣 因為像我們在女生 我們也有兩隻環境獵犬 勾勾進來、出去 那種東西 還是要每天在起地板 沒有穿鞋啊 可是我們一定會 要穿鞋有差嗎 有啊 而且你們為什麼可以把球鞋 穿在床上啊 為什麼 而且那是 我在床上我不會啊 可是很多人真的是耶 有人就是直接腳就這樣翹著 對 可是因為我們進來 進門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攤子 我們一定會把鞋子先擦乾淨 為什麼就不脫鞋 對啊,不一樣 我們巴西也是一樣啊 不脫鞋 就是那個門的外面有一個 有一個鞋子 所以你 有墊子 你外面穿鞋子嘛 你穿鞋子的時候 擦一擦 我覺得你們好適合 我覺得你們兩位好適合對方 哪有啦 真是 美國啊,美國人也不脫啊 美國不脫啊 美國人也不脫啊 對,為什麼 因為現在會擦啊 不是,下雨天怎麼辦 下雨天 下雪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因為 有時候冬天上 女西蘭非常非常冷 你一進門的時候 要脫掉鞋子的話 你腳就冷死了 有羊毛脫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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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是德國人 德國人也沒有比 比紐西蘭溫暖喔 那你就會脫鞋嗎 那德國人都會脫鞋子啊 對 對 你們就不會做假事嘛 而且我們有鞋子叫 家屬是家裡穿的鞋 家裡穿的鞋 那你們沒有嗎 亞洲人更不可能嘛 亞洲人更不可能 不可能啊 對 你講講我們北海道也很冷啊 一樣啊 北海道也很冷耶 我們北海道 我們的腳沒有你們那麼髒啊 我跟妳講我 我跟妳講我 如果鞋子可以恰恰的 為什麼你們洗腳 就是摸件恰恰就好了 還是你們洗澡也穿鞋 對啊,不用洗腳啊 還有一點就是 租房子 他們真的非常的隨性 像我是 我租房子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倫敦租一間小公寓嘛 然後我會 那很多外國人評價都說 這個評價很好啊 環境優良 旁邊是教堂 旁邊又有學校 然後又有靠河 那我當下 我有去看了一下 就覺得不錯 我就租了 結果租了之後呢 因為我租了當天其實 有一點陰天又起霧 結果租了之後隔兩天是放晴了 霧散了 對,霧散了 發現房東也不見了 我就從我的窗戶 只是這樣,窗戶跟門 我就從我的窗戶外面看到 旁邊的教堂看到 這樣 看到... 就是你前兩天去是房子 今天再去變這樣 不是 對,就是我的窗戶 看過去是一排的墳墓 然後這是一張 天啊 打給華倫夫婦啦 對,另外一張比較模糊 是這樣 就是... 對,因為我的... 我在你還以為是圍牆 我跟你講 我是租這一間 這是我的房子 這是我的房子 結果霧散了全部都是墓碑 藍色的這個門 這一間是我房子 然後就是我房間在二樓 二樓看出去就是一間教堂 他們的教堂外圍 全部都是墳墓 我就跟房東講說 那個... 因為我看到很多墳墓 前兩天我來租房子的時候 因為起霧 是 所以我沒有看到墳墓 因為對中國人來講 這個有點不吉利 你可不可以算我便宜一點的價格 結果那個... 你還是要住啊 還是要住 不是 對嘛,因為... 你算我便宜一點的價格 至少我心裡會比較平靜 雖然環境可能不平靜 但是我心裡平靜一點嘛 看到墓碑也很平靜 對嘛 不然我可以貼一個什麼陣 之後什麼就好了 結果那個房東跟我講說 沒關係 我在這裡住了十幾年的 很平靜 無所謂 就是他們是無所謂的 他們根本不在乎 周遭有沒有墳墓這回事 外國人是不是沒有在乎這些東西啊 不會乎啦 對啊 所以你們OK哦 如果是啦 所以你們家旁邊有墳墓 也都OK 沒關係啦 對我們來說那個是一種... 就是... 也算是漂亮的一個... 漂亮 你懂我的意思嗎 裝飾嗎 因為... 因為... 對啊 那麼恐怖 我覺得不在乎就是看人啊 因為有的人就是無所謂嘛 有的人是... 就是覺得這個我不喜歡住 但是因為你沒有 因為你沒有去注意這個東西吧 不是,我有去爬文你知道嗎 我有去看評價 只是都是外國人的評價 他們都覺得很棒 環境優美這樣 然後最誇張的是呢 我住進去之後 我發現我這個二樓的窗戶 唯一的窗戶沒有辦法打開 好 於是呢 我又打電話給我的房東 我跟他講說那個... 可以再算便宜一點嗎 對,二樓的窗戶沒有辦法打開 你可以再算我便宜一點嗎 對 因為只有... 是唯一的窗戶 他就說 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有一個人是... 一個香港人 可是那個地方人很少 所以什麼都一個 麥當勞一個 肯德基 韓式藥力都是一個 所以他想開一個 香港藥力的那個餐廳 港式料理 對,他已經考慮八年多 那個... 裡面的裝潢跟那個 都已經弄好了 可是那個... 風水人那個人說 這裡是好像 百人的... 百人老闆的那個... 龍虎睡 龍虎睡嘛 龍虎睡 對,所以... 結果他聽那個之後就... 他... 不要了 那麼... 整個都設定那個賣給那個 有一個... 有一個... 幹嘛突然突然... 你好好講故事就好 我跟你說不是你 我剛剛在發呆 對 可是你聽到Keyword就清醒了耶 菲律賓 菲律賓 對,有一個菲律賓 就是他隨便開一個... 一個咖啡廳 因為他在那裡長大的 結果的生意很好啊 對啊 所以有時候太富家也... 不太好 想太多也不好 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亞洲人跟外國人有差 就是講好的事情 我跟你講 對 這個我... 我上個禮拜 我就發現這件事情 我真的欺詐了 我跟你講 因為剛好就是那個小鎮生日嘛 然後所以我們大家就約好 而且這個約好是一個月前吧 一個多月前約好 很早就講好了 然後馬上要就是我們的就是... 就是幾個星人就固定的 就我跟他們約好 OK 然後那一天就是主要獨立約 因為獨立在工作 獨立要工作 OK,大家說好 好囉 好囉 一個月前 對 然後一個禮拜之前 我再講一次 幾號幾號 對 六點半到 對 大家說OK OK 好 有了哪一天 六點 Triple check 不是Double check 一、二、三次 Triple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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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so OK But Everybody so OK Triple check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慢慢講 他為什麼要一直在節目上面講一些菲律賓腔的英文 不要 因為 I'm angry You know U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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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也Ugly啦 你很Ug 你很Ugly U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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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我六點 又Ugly 又吵 對,差不多啦 對 反正是六點的時候 OK 馬卡還在跟我說 他的工作還在就是還在拍 是 是 OK,這個我明白 還OK 但是呢 一個巴西人 巴西人 叫做菲達尼這個人 對 他六點 六點 怎麼樣 我們是六點半開始 他說 不好意思 我的 先生有一點嗎 滿誰嗎 有可能 有可能 沒辦法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沒有現在去講了 請問你是 我沒有現在去講了 波多,請問你在跟菲達尼講話 還是在跟聖誕老公 沒有 是菲達尼 菲達尼是吸了笑氣是不是 不是 我通常對他們沒什麼發脾 就那一點大爆炸 因為我說 一、三次我講過了嘛 一個月之前 現在給我半個小時前看我講 問題是小禎的生日 如果 朋友隨便嘛 對 小禎耶 我要去 他只好我約大家 如果你們 丟我的臉 是我的臉 懂不懂啊 其實我知道 莫多那一天 就是還滿生氣 因為我看到他怎麼會 反彈彈彈彈彈 好生氣啊 可是因為 就是有時候 事情就是 就是計畫 對 沒有錯 對 台灣人的藉口 他都學會 真的 這個跟你們學了 人家的生日 你答應了 你就是要去啊 因為那時候 我真的要跟莫多說對不起 因為那個是真的 我們是前一天是沒有排完的工作 然後臨時說 他們要補給一個畫面 可是他們說 常常是明天一定要拿到這個東西 那我也很納悶 我要怎麼辦 可是那個時間就是要去拍嘛 可是莫多真的很不爽 我就覺得說 如果他是好兄弟的話 因為我們三有型人 我們就覺得說 如果是兄弟有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會 他會體諒嗎 附近誰輸 附近誰輸 那也是台灣 你又不是台灣人 怎麼唸出來 唸出來 OK 一個人 五點四十分 我要工作了 馬凱傑 我要三幫 五點四十 不到一個小時候 我們吃飯 五點四十三個 我講說你在三幫 然後 配搭你 配搭你 六點零五分 夢多 身體 身體的關係 我還不一定要看金冠 看什麼金冠 看什麼金冠 這個太爛了 這個太爛了 他不懂啦 他都不懂啦 他最近的事情這麼生氣對不對 可是像那個 不是三個禮拜 有一個人的生日 是 然後突然就是我們在包廂裡面 然後有人倒沒有多久嘛 然後突然就想說找不到人耶 夢多就偷偷地跑 就離開了 什麼事 這是兄弟的生日啊 什麼事 什麼事 馬凱傑的生日 你現在怎麼不生氣 對啊 對啊 那被丹尼他的理由是他身體有問題 身體什麼 我的理由是 你講得出來 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開餐廳了 所以你開餐廳的時候 你不知道狀況會怎麼樣 那個你的是啊 當然我的是啊 你一早跟我講說 沒辦法來就好 半個小時之前 我餐廳滿 我餐廳 生氣 對 因為陳婷很忙 我不能離開嘛 我離開那邊 誰會照顧嘛 對吧 你的朋友法比歐 你又來啊 對 也來啊 最重要是到最後我們有沒有去 那前面是那麼那麼囉嗦幹嘛 我們有沒有去 我們就去了嘛 我懂摸摸牆 因為我很常也會碰到這種事 對 就是說大家約好 而且是一個月前約好的事 我也很常碰到這種事 太早約 就是說沒有任何理由 會是在最後臨時 對 因為你會知道的事情 你一定不是最後半小時才知道的 對 所以你一定要這樣 因為有時候人家約可能是 每一個人一個set 或是人數的問題 就是我很多 我很常碰到這種 對 如果德國人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就會很誠懇的道歉 然後覺得 對 我真的不應該這樣子 我們從小就是被這樣訓練 小孩子 如果小學出錯 對 尊重 老師 父母都會說 你這樣子不對 然後小孩子說對不起 這樣子 其實跟日本有一點像 但是日本人還更禮貌一點 但是我覺得特別是巴西人 他們就是可以笑紙帶過去 好啦 那有時候隨性 真的就是隨性過頭 有時候不見得 每一次的下場都會是好的 就你剛剛講旅遊 有時候你隨性 可能找到一個很美的風景 很漂亮的地方可以 可是有時候總是隨性 就是不會有好的下場吧 當然啊 不在安排當中 我最近也是比較笨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喜歡改車嘛 那剛才來台灣的時候 我想要改一台車 可是那時候很不懂事 然後認識的人也不夠多 然後結果因為 結果因為太隨性了 我認識一些人 然後他們說 這個東西要改 這個東西要改 然後因為中文 英文的那些什麼語言的差異 反正後面就賠了大概三十四十萬 然後因為 因為車子嘛 車子都改成 因為我是 我是改 改渦輪啊之類的 那這個 這個系統 其實要 要算起來也是不少錢 可是因為 就是 幫我做工的人 太多了 然後那個店家 可能就好像一直換 然後就人的可能是自私 也是有一點問題 然後結果就是 然後後來就是 車子就 根本就是 工作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 我這邊畫了一個東西 你講什麼啊 你剛剛一直在畫這個 沒有 這邊 是你出... 我想說他半集沒有講話 對 你不然的時候 他在去釀 到二十二歲 你都在念書 你大概二十二歲到六十歲 是 就是你在工作的時候 是 對吧 那六十歲到你就是 在畫的時候 退休 就是退休嘛 所以工作的時間是很長 基本上就是我們 三分之二的我們的成名 是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在做一個工作 你不喜歡做的 你就是... 你過得非常的不開心 非常的不開心 所以我們巴西人都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在我們工作的時候 覺得我們非常不快樂 我就會說好 我不要做 我不要做 而且沒有計畫 沒有 不行 那你怎麼過生活呢 以上是巴西立場 不代表本來立場 沒有 真的 而且他也只有二十二歲到二十五歲 在工作而已 其他都在退休啊 對啊 因為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非常不快樂 你每天過得不開心 因為你在做一個東西 你不喜歡的話 你就先離開 然後你把那個時間 因為你離開的時候 怎麼會這麼久了呢 沒有了 你離開的時候 你就是開始好好的找 你喜歡做的東西 那如果你錢不夠的話 我們巴西人就是 回去媽媽的家 媽媽的家 可是媽媽... 什麼事 幹嘛 我們就回去媽媽 因為我們要好好的找工作嘛 然後就待到六十歲 對 找工作的時候有沒有收入 有 有沒有你在做你愛的東西 對 所以這個就是完美的 但你不一定會找到 你喜歡的工作 你不一定會找到好的工作 你一定要不開心 而且你要好好的找 你這一整段 可以消辭 對 對 我要懂你說如果做得不開心 當然如果結婚了 另一半一定我會支持你 是 就像如果Stacy 要跟你有一天回來跟你講說 老公我真的做得不開心 你也會覺得說支持他 他做他開心的事情 就好了 可是如果現在有個小孩 他忽然有一天講說 老娘我辭職了 對啊 如果他是這個態度 我會生氣 這也是態度的問題 他如果哪一天回來 沒有跟你商量 他就已經把工作辭掉了 這個我覺得有點唐突了 對啊 對不對 就會覺得說亞洲人好像 比較習慣兩方會商量 商量 對 一定是大事情嘛 家人也要商量嘛 我覺得就算一個人 你也要先看好下一次 下一步路是什麼 要有規劃 要有規劃 不可以說退就退 因為我之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有在巧克力店打工 然後我那個 有一個同學 他是 他就是美國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最近就是家裡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呢 他家人沒有辦法給他生活費 然後他問我說 我打工的地方好不好 我就跟他說 很好啊巧克力店不用什麼 退換貨什麼摺衣服 然後店又很小什麼的 就叫他來 我還就是特別拜託他 拜託我的那個經理 就跟他說 就可不可以用我那個同學 然後那個同學就去 然後就 做不到兩個禮拜吧 就 就跟我經理講說 就說 我不想做了 因為他的理由是 他的理由是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他就說 不是我以為的 然後我就說 蛤 我說可是那你的錢怎麼辦 你不是缺錢嗎 對 因為他缺錢 然後我想說 蛤 那你錢怎麼辦 然後就那一陣子呢 我就可能跟朋友同學去吃飯 我就沒有看到他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 那他的生活怎麼辦 然後我就到了他的宿舍 就是去看他 然後就是他室友呢 他就是過著那種室友在外面吃飯 會把剩菜帶回來給他吃 打包給他 的那種生活 然後就這樣子一直過了 快要一年 請問他是 請問他是哪裡人 他就是加州人 白人 對 我真的覺得他們其實對生活 對未來的規劃 對用錢這一塊 其實真的是 太隨興 如果你還想像不出 這個人的面貌的話 想想賈斯汀 為什麼要想賈斯汀 我的房東以前也是這樣 我的房東他是單親媽媽 他帶兩個小孩 可是他的工作態度 跟我們東方人那種 嚴重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他就是 他... 我們有... 英國有三個假 就是Easter 然後Summer 跟聖誕節 就是放長假 大概都兩、三個禮拜 那他們的工作態度就是 他不會存錢 他工作到那個假期 他們就是 假期放的前一個晚上 全家就飛出國 然後呢 把自己曬的就是古銅色 去度假 去西班牙 去泰國哪個地方 然後把那個工作時候的錢 全部花光 對 然後再回來 就是一年就是三次 只要是放假 人都不在 那我就很好奇問他說 那你們都不會想說 要把這麼辛苦工作的錢 存下來然後 比如說買房子 做一些投資什麼 不會 他們不會像亞洲有... 就有個房子就好啦 對... 而且他們是租的 房子是用租的 而且我發現他們電視廣告那種 貸款、低利率那種東西 超級多 而且他們的就是那個不負責任 就麻煩到別人 就是Justine啊 他不是想要去日本什麼的嗎 是 他突然跟我說突然哦 夢多,我決定要去日本了 我說 你要去哪兒 就是你家 蛤 好不負責任 蛤 我說 住在你家 對,然後蛤 什麼意思 反正就是我認識你的媽媽 我住你家就好啦 蛤 蛤 我就還很多問號 那你收入跟工作耶 沒有啊,就是 朋友介紹就好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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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我,我不在啊 對啊,知道啊 我認識你的媽媽 你聽我一句勸好不好 因為我身邊也很多這樣的朋友 是 導致我 會溃疡了 所以你趕快遠離這些朋友 對 是 就沒事 對,你下次就演出不要來的節目 最好的方法 對 不是我們不愛存錢 可是我們會覺得說 這種事情是一種 投資自己的方法嘛 例如說,如果你在工作 你做得不開心 你就是覺得自己很疲累 想要休息 你這樣子其實在生活的想法 你會影響到很多東西 你會不開心 可能是一直跟女朋友吵架 或是家人吵架 出去玩啊 去一個地方 會給自己一些新的想法嘛 其實我覺得我跟你剛好是相反 因為你就會提倡要存錢嘛 存錢 可是我有慢慢的覺得 我以前去加拿大 那個房子他們是怎樣 你知道嗎 那個爸爸 他的那個房子 跟他的外面的車子 都是租的喔 然後呢 他是隔壁那個高中 你現在好硬 你轉得好硬 隔壁高中 義務橄欄球教練 義務 他還在家裡弄一個辦公室 好像他已經是NBA總教練 那種感覺 然後呢 他的那個太太呢 就是在那個 Costco那個 一個小時快速充飲 那個算時薪的 然後他有一個宅男的兒子 沒有固定的工作 他每天就關在地下室看六人行 然後比如說 附近的學校還是哪邊有那種 他們都算週新的嘛 這一個 這一個禮拜可能有臨時工 就叫他去 下個禮拜可能就沒有了 你知道嗎 那個爸爸每天晚上在看那些 那個類似像天才老爹那種影集 笑得大聲到 我沒辦法寫功課 然後 他那個家庭的媽媽 每天在後院種紅蘿蔔 那個紅蘿蔔就是我們的晚餐 然後不然他就是在畫油畫 你吃他的紅蘿蔔他知道嗎 他煮來給我們吃的 然後那個宅男 他就是在看那個六人行的 還把它錄起來 錄成錄影帶在看 所以重點是 一家人好快樂 根本沒有在想錢的問題 所以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就是看了這一家人 我才想 為什麼 我一定要存錢 他們那麼快樂 因為我不想我以後 你不想快樂 我想快樂 但我不想快樂成這樣 你知道嗎 你什麼謬論 真的 他們這個也許加拿大福利太好 他們就完全沒有在 你說如果這樣的一個家庭 在台灣 可能這家人已經過不下去了 這是價值觀的不同 對不對 不要說他們隔壁鄰居 還有這家人的長輩 一定每天在罵說 這個爸爸沒路由 每天在游手好閒對不對 但是呢 我就是一個認識的 就是 很妙喔 我覺得 我要開咖啡廳 真的耶 你跟比歐的咖啡廳 開得好突然喔 三個月就開了耶 三個月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都做非常地快 不是隨便 其實我們都做非常快 而且我們是很認真 你這個咖啡廳的構想 有構想多久 我們找了兩個本樂 然後以前就是要快決定這個地方 後來我們覺得不行 然後換這個地方 後來不行 到最後我們找到一個 非常好的地點 那我們就要決定在這邊弄 對 然後我們決定弄的時候 打掉東西 什麼東西 我們都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就是 從早上到晚上 我們就在店裡面 一直弄那個木頭 打掉 把東西拿出去 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就是非常認真的 所以你從計畫到現在要開幕 大概多久時間 因為 差不多三個月 今天有準備了這個費丹妮跟法比歐 花三個月 三個月時間開的這個咖啡廳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VC 這間充滿異國風情的咖啡廳 竟然是型男一手打造的 你相信嗎 你們沒有看錯 這裡真的是我們的咖啡店 都是YUKA咖啡 因為我們這裡要像家裡的感覺 對 所以 桌子把胎 裝飾我們都是自己做的 因為我們要 親裡親為 然後那個菜單也是 自己跟那個Chef 調一個很健康 很有美味的菜單 這裡的菜單我們會用很多食材 台灣會不會知道 像西亞汁 那西亞汁也算一個一種汁 很多蛋白質 然後 從巴西來的 巴西里 它裡面的坑油花是非常的高 比其他的水果多了十倍 希望可以每個料理 可以給我們的客人很多營養 比方是這個我們自己做一種 番茄配莫薩拉起司 這個是青醬配蘑菇 每一個土色有不同的味道 我們希望給大家舒服 還有健康 因為我們覺得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好 歡迎大家 對 所以費丹尼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聽說 你這件外套要穿多久 欸 我也想問他是他的打歌服嗎 他是穿一樣的 我本來知道你要問這個問題 打歌服 還是這其實是你的宣傳服 帥 可是你開餐廳的時候 有看風水嗎 他們都沒有在看風水 什麼問題 你有問你媽媽 有 我們有一些朋友 來給我們一些經驗的 對 可是我也覺得像 這種外國人 有時候真的很隨便 對 而且他們要結婚的時候 像我們韓國人 要在後面會發生什麼 什麼狀況 比如說 會想很多 對 那個人的那個工作 一定會十年後也會做嗎 或者是這個人的個性 也不會變嗎 之類的 可是 像這種外國人 只是看這個人漂亮 或者是現在的這個人而已 所以喜歡這個人就結婚了 對 離婚的時候也是 我們韓國人 真的,你去歐洲 我相信 第一位跟第三位一定都有遇到 就是去歐洲的時候 很多人一看到你就跟你求婚 有沒有 對,我在歐洲念書 你中間跳過 夢阿波的管理者是什麼意思 我在歐洲念書 我去歐洲玩 為什麼你跳過我 你解釋一下 沒有去過歐洲是不是 對,我在歐洲念書 不好意思,我以為第一位跟第三位 才有去過 我在那邊念書道 OK 那有人跟你 求婚 求婚 對 他們是看到 就喜歡 就是要跟他結婚的 對,他們沒有想那麼多 而且 離婚的也是 像 我媽媽一直跟我們說 等一下就不好說 反正 那怎麼樣 我們韓國媽媽爸爸 是怎樣 就是一直跟 不是跟我 一直說 像 我們要 我要離開這個老公 可是還要 家庭怎麼分啊 或者是 還有小孩子啊 所以你媽媽要離開 你爸爸的時候想過什麼 對 那就是說漏嘴了 所以趕快講別人 反正我們 韓國人都是在這樣 所以不能離開 不能離婚 對 可是他們那個 外國人就是 不喜歡 就馬上離開了 不會想那麼多 在台灣你要結婚 這些程序 那些事情 我外國人就會覺得說 就很鬼毛啊 就是 你要去 要 那個婚禮就是會 把大家都搞得好緊張 我外國人不是這樣子 結婚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就會去一個腳踏 然後就是約自己的好朋友 自己的家人 大家都在這邊就很開心 沒有什麼太嚴肅的那種感覺 那就算你 你計畫好的話 那就OK了 那結婚之後 去一個地方 辦一個派對 大家都喝一個酒啊 聊天 跳個舞 就完工了 沒有那種東西 很像說 還要包什麼紅包啊 如果是夢多的話 因為他是我的好兄弟 我可能要包他 太小氣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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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就算還單數喔 對 真的耶 所以這種東西真的是 我覺得在台灣這些事情 真的太龜毛了 沒有 這是吸出的問題 吸出啦 對啊 聽完這一集到底是謹慎好 還是龜毛好 提供給觀眾朋友 見仁見智做個參考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來分之一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